作为一个有着13年糖尿病时的,王先生用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大家,早期糖尿病的征兆有哪些。 王先生49岁,1米8的个子却不到140斤。这是在13年前的一次搬家过后才查出来的糖尿病。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被确诊糖尿病初期时候的一些症状感受,相信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。 糖尿病初期的征兆依体重下降过快,开始就认为是搬家给累的,没想到吃这么多体重还是不断下降。 医生说可能是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,肌体不能分解葡萄糖产生能量,导致体内脂肪分解过快消耗多,才会导致体重下降。 二口渴,一直想喝水。 觉得水很甜,每天都要喝很多的水,特别是睡觉前都要在床头放一杯水,睡得才踏实。 三手脚会有麻木感,胳膊和脚趾头会有这种感觉,这种感觉出现后会觉得浑身无力,特别不舒服,心情也会很烦躁。 四视力模糊,特别是玩手机后,会感觉视力下降有点快,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,我又不喜欢戴眼镜,所以这个征兆对我来说比较明显。 五比较虚,也就是经常会无精打采,稍微运动,哪怕是上个六层楼梯都会出汗,特别是刚查出来那段时间,感觉身体特别虚弱。 六睡眠质量不好,还容易饿。 这可能是每个糖尿病都有的困扰,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,我就得吃很多无糖饼干,才能入睡。 有时候可能还会失眠。 这些都是在刚查出来糖尿病后一年的一些感受,其实很多在没去医院之前就有这些征兆了,只是我没太在意,都归结到自己搬家劳累所致。 这十多年的糖尿病经历,我还是比较幸运的。 在配合内分泌医生的指导下,改变了许多不良的生活方式,让自己的血糖处于一个平稳状态,所以我要告诉大家,其实糖尿病不可怕,你只要有决心做到以下几点,一切都还来得及。 先说说药物,糖尿病患者常被降糖尿分以下几类,一胰岛素及其类似物,黄尿吸类醋蜜剂,二甲双瓜类,葡萄糖甘霉抑制剂,塞作丸二酮类衍生物醋蜜剂,本茴酸类衍生物醋蜜剂,GLP,胰受体激动剂,DDP,四酶抑制剂和中成药九大类。 而这些药就是,一从外头请来抓葡萄糖的劳动者,二请来动员自己一线里的劳动者,三来延缓淀粉,这糖及麦芽糖在小肠分解为葡萄糖,四,抛照身体外周组织去摄取葡萄糖,等等。 二每天饭后坚持锻炼,特别是晚饭后,一般晚上我会去体育场快走十圈,坚持一个月以上我相信你也会当成一种习惯,一旦停下来就会觉得少点什么一样。 三饮食上基本上不要吃含糖和辛辣的食物,可以多吃一些蔬菜,水果也可以,但是不要去专门吃一些非常甜的水果,这样配合以上两条,在日常生活中会逐渐稳定你的血糖,其实稍加注意再配合医生的指导建议,糖尿病真的没有那么可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